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 佛来个比方说 又吃肉 又修禅定 又想出三件 因此之故佛对欧南说 如果不断杀 而又要修禅定 这种人呢 就是好像有一种人 比如比方 有这么一种人 自己把耳朵摄起来 把耳朵摄起来 耳朵摄起来的时候 大声地叫 自己耳朵摄起来 大声叫 希望别人没有听到 实际上是自己没听到 别人都听到了 别人的耳朵没有摄起来吗 那么你大声叫 别人不就听到了吗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想要了生死 结果造了这个罪业 只有问题更严重 真是不能了 这好像 想要隐藏起来 反而录得更显明 你不让人知道吗 那你就不要做 做了 哪有不知道的事情 所以 想要隐藏 隐藏不起来 更为显露 迷露是更显露 更为显明的 让人知道你再造业 清静彼丘 极诸菩萨 以七路行 菩萨生潮 狂以守拔 这是因为印度的风俗 他们认为 潮也有生命 这个话 到了后边 五十种阴谋里面 有说到 那么印度人认为 那些潮都有生命 所以因此之故 清静的比丘 所有的菩萨 他在路上走路 七路就是路上走路 不一定是岔路 就在路上走路的时候 有生潮 脚不敢踩到他 尚且不敢踩到生潮 何况用手去拔生潮 因为印度人认为 生潮都有生命 所以不敢去伤害了 梵黄经里面有这么一个 草系比丘的记载 怎么叫做草系比丘 比如印度在佛代士的时候 出家人都不会拔生潮 潮不会拔他 那么因此 有一般强盗土飞 或者是贼子 看到比丘 有好几个比丘 在野外走路 他看到这个比丘身上的衣服很新鲜 还有带一些东西 那么他就抢这个比丘 把比丘的衣服都抢下来了 把他衣服脱光了 那么在落地上做主 那么有个贼子就说 这不把他杀掉的话 他跑去 如果去报告 我们不是更麻烦吗 有一个懂这佛法的 他就说没有关系 不用杀 不用杀怎么弄的 他说他们是不敢动生潮的 我们用把那个藤蔓 藤子 用藤蔓把它缠起来 缠在他的身上 让他坐在地面上 缠在身上 他不敢动 他就走不掉 走不掉 他就没有办法去报告 不用杀他 他用这个办法 把这个被抢的比丘 两三个 就用那个藤蔓 把这个身体 把它缠起来 绑起来 真的那个比丘 被他用这个藤蔓 绑起来 比丘不敢动 动了 那个藤蔓会断掉 断掉就是伤害身少了 有罪过 那么因此之故 这几个两三个比丘 绑在那边 肚子又饿 太阳又大 非常辛苦 刚好有人在那里经过 怎么会有落体外道在这里 有一个看 这不是落体外道 是什么 是个比丘 因为他看出 右边的肩膀比较黑 差不多夹杂都打在左肩上 所以右肩比较黑 看这个右边 看这个样子就知道 他是个出嫁人 是比丘 那么他为什么坐在哪里不动吗 他说因为他啊 持剑 被人用身草绑住了 他不敢动 动了那个身草就断掉 断掉就犯剑 所以啊 他不敢动 这就叫做 草系比丘 印度人 他这个 强到这个比丘啊 他用那个草把它绑起来 他就不敢动 如果在中国是没有用的 随便一动就断掉了 老早跑掉 所以这只说明啊 在路上走路 尚且不敢踩到身朝 何况用手去拔呢 更不可能 人和大悲 取诸众生 血肉充斥 朝上且不敢拔 怎么你学佛的大悲心的人 还取众生的血肉 来冲击 来饮食 吃众生肉 这还叫做 学佛的人吗 你的大悲心在哪里啊 不但如此 我们应当要更进一步呢 除掉是不吃众生肉之外 还要做到啊 这个属于众生身份的东西 我们都不去出用 所以接下来的经文说 若诸比丘 不服东方四眠简薄 即是词徒 薛力求蕊 卢乐提福 若诸比丘 一事争夺 除外俗灾 不由三眠 如果学佛的人 要更亲近的话 东方的诗 绵 绵也是诗啊 东方就是指我 指中国 在印度的东方就是中国 而中国出产这个禅诗 禅诗 也禅绵之类 诗是禅诗 绵是禅诗做成的部类 卷 也是禅诗去做成的卷 薄 就是部类 总之都是用禅诗去做的 这是东方中国 有这个禅诗做的 很宝贵 你们这个禅诗啊 自己做卷 自己包在里面 那么人家要这个禅诗用的时候 就是用去煮 把这个里面的禅煮死了 然后抽丝薄卷 把那个诗去做这个布置 是很高贵的 可是啊 伤生很多啊 杀生很多啊 有多少禅诗才能够做成呢 所以这些东西啊 不要受用 单用这些禅诗类 因为伤生害命很多 所以不愿意受用 尽量用部类 即是诗图 诗图就是印度 印度的靴 皮靴 皮靴 皮子的 利 偷鞋 偷鞋 它那边也有用 用这个 皮子去做偷鞋的 你看南传佛教 他们的出家人 有的是不穿鞋 有的是穿脱鞋 就是这个草吏 那实际上是皮的 囚 就是囚衣 皮衣啊 利 也是属于皮子 自贫的 这个衣服之类 看本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 热的虫球啊 含着膝蓄 膝蓄是薄布 是这个薄纱 就是纱布 冬天拿到这个纱布 穿起来不会暖了 夏天很热 拿到虫球 皮子的衣服 那怎么能穿呢 所以这个球就是皮衣 北方 尤其像蒙古那些地方 他们很多都是用皮子 去做的衣 那么印度也有 这是衣服 卢 乐 提服 这是奶制品 牛奶制品 这里虽然说的那么严格 皮子类的衣服可以不用 失眠类可以不用 但是卢乐提服啊 在印度是 在饮食上 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所以前面还曾说过啊 如果托波 这个提服的话 那是上味 最好的味道 提服是最上的味道 平常人家都哪来供养 因为这是卢之品 这卢乐提服 免不了还要受用 若是比丘 于是挣脱 除凡所在 不由三件 像这类比丘啊 连这么 这些东西都不敢受用 能够除凡过去 终生的 素质的 素质的债务 从此超出三件呀 不必再来 遇生无人的三件里面 游玩啦 也就是说 从此可以超出了 真正能够超出的情况 是到这种程度 是很不容易 何一顾 为什么呢 扶其身份呢 皆为彼缘 你扶用众生的身份 就成为他的彼此 互相在这个世间的姻缘 没有办法了的 如人拾其地中白骨 主不离地 好像世间人 吃这个地面上的 这个骨类 地中白骨 骨类啊 本来平常是讲 五骨 六骨 例如这个人之初的三字经里面 有这么两句话 道 梁 俗 麦 俗 鸡 十六骨 人 所食 这是三字经的话 道 则就是明 梁 俗 麦 俗 鸡 这都是人们吃的东西 那么这里所谓白骨啊 像这个俗鸡 稻梁 这些 一把它详细分类的话 就有白种 所以法法经叫做白骨苗价 在如果说是白骨的名称吗 把这个骨类 封为三类 一种是俗鸡 就干地 汉地中的那些俗鸡 这是梁类 一种是石地中的 就像这个稻子 稻姑 还一种是豆类 豆类 这三样哈 每一种都有二十种 俗鸡有二十种 稻梅有二十种 豆类 有二十种 合并起来就是六十种了 另外叫做柱骨 帮助受用的柱骨 这个柱骨是什么呢 蔬菜 水果 通通包含在里面 那么这个详细分类 有四十种 蔬菜水果各有二十种 合并起来就四十种 那么前面六十种 这里四十种 合并起来就叫做白骨 白骨 总而言之啊 白骨就是人们受饮食的这些东西 我们人吃这个白骨 足就不能离地 我们的脚 脚底 离开地面了 就没有办法占你 因为你吃地面的东西 所以你就不能离地 必是身心一株众善 若身 身份 身心二徒 不服不食 我说 世人啊 真血脱者 毕竟要能够做到身体 跟心地 跟众生的身份 能够 適合 若 评论 评论 评论